女法局计划在限聚令放宽后 恢复推广本地旅游活动 包括消费门一定金额 奖励免费跟团参加本地本日游 当限聚令放宽到大概20人 女法局会研究推出想利游香港活动 市民帮衬零售商店食事等 消费门800至1000元 就可以免费参加一个本地团 名额大概1万个 行程大概4个钟会游览独特景点 来回有旅游巴接送并包一餐馅食 对市民来说是否吸引呢 我们会的 会的 因为有个阶段我们 我们可以比较系统性地去看那些东西 还有如果平时我们自己去 可能我们自己看得很片面 我觉得都是有个卖点的 始终不需要香港人自己的香港地方很熟悉 有旅行社说活动有助带动香港经济复苏 但是希望将市民参与门栏再降低些 如果你今天小一点都可以去参加的时候 有一个大一点的诱因 我们不是特别要靠这个计划去令到我们公司生存 可能现在是限聚令四个你要去到二三十个 可能需要两三个月时间 我们也有个耐性去等 旅行社负责人说会推出一些特别行程 譬如游览跑马地私营博物馆 还有去黄竹坑看街头艺术等 这些港人比较少去的隐世景点 旅发局站定如期在12月举办纤纷冬日节 也都希望可以继续举办垂直倒数烟花会演 无线电视记者闪志报道